不論是酪梨泥吐司還是吃玉米片時必沾的酪梨沙沙醬 酪梨是美國人必備的電視美食 只是餐廳和一般消費者現在恐怕快買不到酪梨 原來美國突然宣布 今日起無限期禁止墨西哥酪梨進口 餐廳業者叫苦連天就連零售商也是一樣下場 企業員都告訴我你會在賭博物館 Kroger和其他商品店 美國政府為什麼突然管制墨西哥酪梨 原來美國派駐在墨西哥的植物檢察員 傳出收到恐嚇簡訊 墨西哥米雀肯州的酪梨產量佔全球近三分之一 美國每年也從當地進口數千公噸酪梨 只是當地常年陷入黑幫暴力 甚至還有毒銷靠收取保護費剝削酪梨農 使得這種因為運動健身風潮被譽為綠色黃金的超級食物 變成血酪梨 墨西哥總統歐布拉多炮轟美國 為了保護本土酪梨才設下禁令 但現在加州酪梨的產量根本無法附和全美需求 未來幾周美國恐怕將陷入落離荒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